今天早安 臺灣 臺灣有一個民眾 最近受到新的慶豐 走來六年汽車交通違規 看單 中共要納入這四萬九千多塊 這個民眾也發現 他的車牌是強行逃用 而且這個車型是完全不一樣 民眾盜索 直到的回應 說是照這個車牌給買來開單 最後這個民眾在臺灣報警 要再開錢換車牌 再向這個管理站來 提出新手 這麼嚴肅受到退職 一個住在台東市的宿舍 提出新的慶豐 今年到過少年乘車來五點發展 問一張都穿車牌就車牌 不過最小的一個看是高級車 跟他的車是完全不一樣 而且現在要再另外一張要不走出來 不過已經登記在的鑑里站 有幾個紀錄裡面 超速80公里 要控制三萬六 這六點發展 總共要納入四萬九千多 目前五點發展已經納入了 讓民眾想起的是 他去把新的慶豐慶索 慶豐的回應 因為他合法在車牌 開單去給車主 我覺得就是核對車級資料 應該馬上也知道這不是我的車 那新竹交通會就跟我說 他們每天單子很多 他們不會一一核對車級 就是以車牌追人 車牌是我的 你只是我的會就寄發單給我 這個民眾甚至很配 去競爭書頂的信心倒數 不過也是專高 給身體健康來處理 不如這個民眾國務理中 去把台東的健康報案 說他的車牌去用頭用 再去鑑里站開支貼銷車牌 中心又辦一中心的 另外還去把台東鑑里站的信索 再提錢給他 如果他提供的一些佐證資料 我們很明確的可以知道 說他這個車牌偽造的是 完全跟他原來的一個車子型號 顏色廠牌都完全不一樣 那這個我們可能就可以 監禮機關這邊做一個裁決判定 民眾說收到發單 到六千的機閃 健康也沒辦法查到這個 頭用人的信索 他就好像可以成立發款 如果沒有就有的話 而且他還比較煩惱的是 也不然在車牌註銷進行 這裡販盤還會發百條的圈案 他不是就要去警察局 給他這個實話人家來做政 實在是路面又上載 好友就要去修法 而且要提供裏面的聽書 來保障修法的民眾他們的觀念 記者從哈佛特 是的 請休息 請 fol